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和尚的来历大家想必都了解 他早年的确是在寺庙里当过和尚 后来因为鬼子进了中原 浙经书也念也不下去了 于是便告别了师父转身从军 不过和尚的命运不太好 刚刚参加了中央军 还没两天就被鬼子给打败了 自己还成了俘虏 最后再被鬼子关押几年以后 才趁机跑了出来 之后 他才遇到了李云龙 和尚一加入独立团 李云龙便开始器重他 并把他从赵刚的身边调了过来 并担任自己的警卫员 而和尚似乎非常满意这个调动 于是便开开心心地答应了 不过和尚的命运实在是惨 就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 他居然被几个不知名的土匪给杀了 这也让李云龙消沉了很久 不过让 人觉得奇怪的是 自打和尚没了以后 李云龙身边好像就没了警卫员这个职务 而且还有不少人都说 为什么不让段鹏一直当他的警卫员呢 要说论武功的高低 段鹏根本就不比和尚差多少 而且和尚在生前也提到过 段鹏这小子的确是练家子 反正他在一百招之内分不出个胜负 一百招过后 那只有老天才知道的 既然和尚都能说出这样的话 可见 段鹏的能力确实是很强 那么 李云龙为什么不考虑让段鹏给他担任警卫员呢 不知道各位网友还记不记得 李云龙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 那就是和尚拥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并且身手也是非常的好 混个营长绝对够格 但李云龙为啥不放他去当一个营长呢 其实 这是李云龙自己起了一些私心 当年在鬼子扫荡的时候 是和尚三番两次豁出性命救了他 而且和尚是个单纯耿直的人 非常跟李云龙合得来 所以李云龙一直都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弟弟 而且是走到哪儿 就把和尚带到哪儿 并且和尚也明确地表示 什么当官不当官的 只有团长看得起他 才让他当警卫员 所以 就算和尚能够成为营长 他也不愿意去当 而是愿意跟在李云龙的身边 其实 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想要成为李云龙的警卫员 至少得有当营长的本事 那么段鹏有这样的资格吗 当然是没有的 一直到解放战争的时候 段鹏也不过是一个连长而已 但段鹏没有成为警卫员 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众所周知 自打和尚在抗战时期牺牲之后 他就没有找过警卫员 和尚至少也称得上是抗日的大英雄 但谁也没想到 他居然死得如此之无狼 其实对于这件事 李云龙是非常愧疚的 因为如果他不让和尚出去执行这次任务 也许他就不会惨死 因为心里有着愧疚执行 所以 李云龙才一直把警卫员的这个位置空了出来 一直到他被楚云飞给炸伤 他才有了一个小小的警卫员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云龙